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沒有去提為什麼他們讓一個新人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要去適應開刀法 這麼的變化這麼多 然後認識這麼多器械的一個工作裡面 在我過去我當護理人員的工作生涯已經快要20年了 那我過去的話我的這個護理職場的一個新的訓練期 是可以完整一個月的 我知道一般的病房急診或是開導房 都是可以完整一個月 才慢慢的從細部的進入到越來越深 不同的轉換變換的一個特別 可是這在這個疑訓上面卻是縮短成8天 而這樣的情形卻不是只有在乙君身上 是現在幾乎所有新進的這個護理人員 都幾乎要面臨這樣一個狀況 那對於病人來說 怎麼會是一個健康的一個照顧 護理人員在這麼大的一個這個壓力裡面 也同樣不會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那在他不熟悉的這樣一個環境 在照顧病人的方式 對病人來說也是不安全 病人也同樣不知道他是陷入這樣一個危險的 今天就是開刀房裡面 所有很多的東西 學校裡面都沒有加 那我們教科書裡面 也不一定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變成說 我們只能進去開刀房的時候 再邊上刀 我們還要邊學習這台刀的手術流程 因為有時候我們進去開刀房裡面 就是不一定有知識的手術流程跟你 即使是同一個手術 比如說好比說我們做一個那個切盲腸的手術 可是我們不同的醫師 他可能需要的器械 他的手術方式 還有他的習慣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 即使我跟了三台的盲腸手術 可是跟了三個醫師 我未必就是同一個流程 可是手術他必須非常非常快的 把這個手術做完 可是我們的學習就必須 我變成我在手術台上面 我要必須幫醫生地氣械 然後還要做這樣子的學習 所以在這樣子的手術室的高壓力 的環境當中 其實就會造成很多護理人員的流失 在你旁邊是一個沒有自信的護理人員 來幫你開刀 其實對一個面來說都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他在8月1號開始上班的時候 8月份他因為體力不支 他就昏倒了 那醫院發現說他可能是壓力過大 主管有跟我的孩子面談 那我的孩子有跟主管講說 他真的是因為適應期真的是太短 他害怕他會維持到病人的安全 而且也沒有辦法說 因為還是不是很熟練 他也害怕說面對家屬質問的問題 所以他完全對自己是不是很有準備 而且也覺得說他會傷害到病人 因為他的不小心讓手術失敗 我相信說神是愛世人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說為什麼會獨漏了我的孩子 因為他一直告訴 輔導員一直告訴我的孩子 是個性內向的問題 那我相信說你工作不是個性的問題吧 因為你到醫院工作是要用手 還有你的頭腦做事 也不是去教朋友怎麼可能說跟個性的活潑 活潑跟外向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孩子養了22年啊 就這麼的沒了啦 那我往後我的下半輩子 我的心也是很痛啊 但是我也是在想說 如果孩子能為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同學做一點事情 讓別人的孩子不再發生同樣的情形 那也是一種福報啦 我們都知道醫療其實是個非常精密的行業 那剛剛那個大哥在問說 這到底是通案還是個案 我們要說這個案子當然有個案也有通案 個案就當然是宜君這個人的特定案件 這個工商事件 但他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通案 我們剛剛講受信其短這件事情 在場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 所有的醫院都在不斷的縮短我們的訓練期 他不斷的把病人暴露在高風險底下 對不對 我們說訓短說真的 那就是我個人衰好 我遇到這個很不好的醫院 可是更衰的絕對只是病人而已 如果我來扮演反方的話 自殺 我在講說我當時第一次帶著他 我也認為說這是職場自殺 我都已經二十幾年了 這怎麼可能又不是職場自殺 可是你一定要帶去跟醫生來面對嗎 當時有一個醫生 他也認為說他就看了我這樣的 就是剛才都看了那樣的資料之後 他並沒有認為這是職場自殺 如果你們是當時的醫生 他並沒有 他第一個問的是說 第一個 這個家機現在的勞動條件 請問一下嘉義基督教醫院 有沒有在這個護理產業 他勞動條件特別糟 結果後來我們去找的時候 我們去找了這個護理的人 還有這個護理長 他看到我們的調查之後 他發現說 其實每個醫院都差不多 有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都是六十分 都是五十分 都是五十分 嘉義基督教醫院沒有特別的更糟糕 那換句話說什麼 也就是說 現在留在職場上的你們 其實都是現存者 對 你們的確診 我覺得我們在這兒 我們現在在建立了 作為我們 我們在這兒 作為人的資料 在這兒 你們在這兒 我們在那兒 在這兒